《新冠肺炎》 一場新冠肺炎的疫情 令大家對健康有了更深的體會 健康比一切更重要 在外國回到澳門的陳秀霞 兩年前成立了有機源貿易有限公司 並在內地投資農場種植有機蔬菜 致力推廣健康食品 今次疫情下 市場對相關食品需求大增 由危至有機 相信是他公司最好的社照 最近人們都注重抵抗力 健身 吃東西吃少點肉 食主要為蔬菜 銷量是平時的三倍 因為我們主要放在超市裡買 超市也希望我們多點量 那段時間大家都希望有菜吃到 有菜買到 2月份的時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 很多工人剛剛新年回去了 新年本身每年都會比較緊張 人手是沒有的 完全是沒有的 就算有人手的話 運輸團隊都去不到 因為封村 全部的農場都在村上 雖然由機賽的農場被封 幸好他公司的水培梭菜基地 是廣東省 還可以繼續供應給澳門 然而運輸成本就增加了四倍 面對成本和開支都大幅增加 但是他堅持不加價 希望疫情之下 不要增加居民的負擔 導致近月的生意入不庫置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計劃到 去申請經濟局的援助 儘量留給有需要的人 但是突然間一個疫情出現 這個疫情令我們都有點措手不及 因為我們多了很多支出 以及農場的損失很大 原本籌備了兩年 計劃人入一款有機米 但是都因為疫情 令資金周轉不靈 經濟局出了60萬的中小企援助計劃 而且是得快可以申請到的 得快批出來的 在二月頭裡面 我們就馬上去申請 申請就是用了一個月時間 就收到通知說批了 就非常之快 對於我們公司來說 是有這個即時的幫助的 政府的援助為陳秀夏 解決了熱微之急 然而要開展新的項目 還需要很多資金的支持 政府和銀行合作 為中小企提供了信用擔保 而且有三年的四里利息補貼 他向銀行申請了二百萬貸款額 已經成功獲批 資金令他可以加快拓展新的業務 我覺得今屆政府 在這個抗疫裡 做了一些很幫助市民的事 無論是口罩 或者是一些援助中小企 他都反應是非常之快 因為中小企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長久戰 因為他們都會很體諒我們 之後又不停出一些新的政策 我相信他們接下來 會有更加好的政策去幫助我們 為了